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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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去吃飯囉 幹嘛 能叫去吃飯你們跟在後面做什麼 趕快轉一下方向 沒有叫不為的狗 只有不為叫的主人 從狗狗的角度出發 我們才知道問題在哪 好看 今天我們來到了 淘去寵物友善餐廳 我還特別 請到了我大徒弟 秋迪老師 跟他們家兩隻愛犬 來示範 因為我們真的很希望 狗狗是我們家人 可以跟著我們一起游山玩水 甚至到餐廳用餐吃飯 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奧客 我們今天柔衣還有拉拉 會跟大家講什麼叫做 餐廳乖寶寶 待會兒呢就進我們 淘去寵物友善餐廳用餐 嘿咻 哈囉 你好 這邊是幾位 我們今天有兩大 三小 狗狗的部分有推車嗎 我們只有一台推車 我們通常都是要帶推車才能入類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也沒關係 我們有提供坐墊 它有可以坐下來嗎 別人的我不知道 但我們 喔 這麼厲害 行啊 行啊 然後我剛剛偷聽到你剛剛說 偷去對嗎 不是偷去嗎 這裡不是偷去嗎 我們這邊是賞七賞一 對不起 他是 我看不懂字 沒關係 但是我可以教大家正確的 好 好 那可以帶我們入座嗎 那我先帶你入座 這邊請 OK 走 我們去吃東西啦 走 我們去我們的座位喔 這邊請 耶 就這一桌嗎 對 我們這裡有一個座墊 這個是 你認為我們這一隻很小嗎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來的狗狗都比較小吃 所以來這邊的餐廳吃飯的狗狗 就是要有這個墊子提供 如果沒有推車的話 對 那我們墊子可以放在椅子上 或沙發上嗎 可能沒辦法 因為要顧慮現場的顧客 所以你們的規矩就是大家就在下面 那我可以用我們自己的墊子嗎 可以啊 可以啊 有帶自己的墊子 當然 我們身為老師出門 該有的配備標準 這一定是有的 OK 謝謝你 那我就用我們的 用我們的墊子囉 好 OK 好的 好 來 上來 快點來 這裡 好棒喔 好 大家休息囉 這個練習呢 叫做上墊子的訓練 這樣我們就可以 點餐 下午茶 這個我們平常 我相信大家很習慣 都到餐廳去用餐吃飯 但是 我們今天帶狗狗到餐廳吃飯 有很多的餐廳的禮儀 在這邊要跟大家簡單地聊一聊 其實我們到了餐廳吃飯 我們人吃得很開心 可以吃了 我們人吃得很開心 那狗狗看著我們吃 真的是滿傷心的 有很多的寵物餐廳 是有狗狗的餐點 但不一定所有的餐點 都適合自己家裡的狗狗 那我們也可以簡單地帶一些 可能跟店家有禮貌地說一下 那我們自己呢 在吃好吃的東西的同時呢 我們也可以 給狗狗適合他們吃的東西 那我們人吃得可以給狗吃嗎 我們過去也有提到啦 有些合適 有些不合適 所以我們也可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像這個是原味的 可以給狗狗吃一點嗎 可以喔 原味的呢 可以跟狗狗做一些小小的分享 那主人就會問 熊爸 那這樣亂吃對不對 回家是不是就挑食就不吃飯 如果今天呢 我們越越吃了好吃的鬆餅之後 晚餐就不吃的話呢 代表什麼呢 鬆餅吃太多了 黃岳 你晚餐吃得下嗎 確定 所以在外面吃東西的時候 一樣我們給狗狗吃 量可以自己控制嘛 盡量避開有爭議的食材 比如說今天Judy吃的是巧克力口味的 對不對 巧克力狗狗不能吃 對 你看越越都知道巧克力狗狗不能吃 我們今天來餐廳 你可以看到我們今天都乖乖的 但是有很多在那餐廳吃飯 好像在寵物公園吃飯 狗在那邊衝來衝去打來打去 摔來摔去的 像那樣呢 其實不是一個非常好的餐廳禮儀 我們有教過推車 甚至今天呢 餐廳要求我們上店子 每一隻狗狗都有家叫 對不對 可以在我們的旁邊休息 不要去影響到別人 所以如果你的狗 社會化不好的 在外面看到狗就會一直叫 很緊張敏感了 當然可能要從其他好的環境開始練習 到底狗狗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才可以像我們這樣跟朋友跟家人 一起到餐廳來享用 第一個 狗狗學會獨處 安靜的休息 那另外呢 龍內訓練 推車的訓練很重要 乖乖的在這樣子的區域裡面休息 不是在地上亂跑 那有時候呢 主人員會擔心說 那狗就會開始一直叫啊 然後口水流滿地啊 牠也是要練習的啊 因為什麼時候給牠吃 是你決定的嘛 你看一隻還要練習的 就像這樣抓我 一隻已經練習好的 就睡牠的覺 所以你不要真的到餐廳去練習 不是這樣 你會影響別人 你可以自己先找一些 適合練習的地方 甚至你可以到外面這些公園去 做野餐的練習也可以啊 那你吃你的東西的同時 也可以訓練牠們乖乖在旁邊獨處等待 對寵物友善的餐廳 真的越來越多啦 我們不要當奧客 看熊媽咕狗 狗狗好好的教 你的狗越乖 餐廳就越歡迎你嘛 你的狗越不乖 小孩越討厭 那就是奧客啊 走到哪大家都歡迎啊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真的讓狗狗更貼近 更融入我們的生活 這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嗎 記得 沒有教不會的狗 只有不會教的主人 從狗狗的角度出發 大家就知道問題到底在哪裡 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熊爸Googl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